中央社记者叶子刚云临线15日电,两岁九个月诊断为中度自闭症的赖响伟,三岁开始学琴成长过程逐渐展露头角,因为对音乐的坚持与努力,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。 如今在杜战上音乐舞台展演,将分享音乐学习成果,今年总统教育奖得主赖响伟由音乐老师及家人陪伴。 今天举行宣传会,邀请民众在18日下午2030分,来云临建政府文化处表演听自由入座,观赏最小的花音乐会。 赖响伟的爸爸指出,希望接音乐会传达生命的坚韧与美丽,每个人只要透过努力且坚持不放弃,都能开出属于自己生命的花朵。 赖响伟的妈妈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,赖响伟热爱音乐表演,虽然平常练习时她说枯燥乏味,但是想到可以上台表演,反而热衷于练习。 赖响伟对音乐的坚持与努力表现在多次钢琴比赛得奖,并曾获得模范儿童最佳进步奖。 这次她将在最小的花音乐会表演钢琴、小提琴与吉他共13首乐曲1061115。